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却不幸早亡 只留下了妻子张氏和一个五岁大的孩子王妃 孤儿寡母生活不易 有王氏族人想要趁机夺取家产 其料张氏手腕强硬 振服了家族 不过因为张氏常年忙于家族生意 缺乏了对儿子王妃的教育 王妃的性子越来越孤僻 小小年纪就对家里下人呼来喝去 在学堂上也不服先生管教 惹得人嫌苟厌 有王氏族人甚至乐见其成 一个废物继承人是不可能继承家族的 十岁的一天 王妃又在课堂上和先生闹翻了 先生教他读书写字 他却嘲讽说 你读书再多 还不是要靠我家吃饭 气得先生拿起书就要打他 他缺闪过身 一溜烟而跑了 王妃跑出了课堂 也不想回家被母亲教训 索性一个人跑到了山里玩 其实 王妃心里很清楚 他母亲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的 因为 山里是他常去的地方 王妃捡起了一根棍子 一边走一边打草丸 百无聊来的他 决定去山顶转转 找个地方睡一觉 等家里人来找他了就下山 然而 在他路过一片草丛的时候 却听到了微弱的呜呜声 王妃很好奇 扒开草丛 向前走了几步 发现了一个大坑 这是猎人捕猎用的 一般都会在上面放上树枝 铺上一层青草 等有猎物不小心踏上去时 就会掉下去 王妃趴在东口 往里面一瞧 发现了一只小老虎 刚才的呜呜呜 声就是小老虎发出来的 他看见王妃来了 惊吓地缩了缩身子 王妃听说过先祖的故事 没想到今天 见到了一只活的小老虎 心里十分兴奋 他对着小老虎说 你别怕呀 我不是猎人 或许是感受到了王妃的善意 小老虎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不过王妃却犯了难 这个坑洞 大概有王妃一人半高 小老虎跳不上来 自己若是下去了 也肯定爬不上来 王妃眼睛咕噜一转 想到了好办法 在山里有一种老藤 十分有韧劲 王妃曾经在山里玩的时候见过 很快 王妃就从有老藤的地方拔了几根 把他们缠在一起做了一根绳子 然后一头绑在了碗口粗的树汗上 王妃试了试 觉得很牢固 就顺着绳子滑到了坑底 王妃到了坑底 看到了角落里的小老虎也不害怕 反而有一种亲近感 你别怕呀 我不会伤害你的 王妃一边说住 一边慢慢地靠近小老虎 小老虎停止了 呜呜呜呜呜的呼叫 睁住大眼睛看着王妃 王妃被小老虎可爱的样子逗乐了 他抱起小老虎抓着老藤绳子 爬出了坑 出坑后 小老虎伸出舌头舔了铁王妃的脸 王妃一阵感动 然后又是一阵落寞 你也是被母亲抛弃了吗 咱俩真是同病相怜呢 就这样 一人一虎靠在一块大石头上 说起了悄悄话 当然 是王妃说 小老虎听 王妃说 他已经记不亲父亲的模样了 也有点记不亲母亲的模样 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 他没有朋友可以玩 也讨厌古板的先生 他想引起母亲的关注 可是母亲似乎总是视而不见 小老虎偶尔挥发出 呜呜 声 似乎在回应王妃 很快 夕阳夕下 少爷 你在哪儿 一阵阵呼喊声传来 王家的人终于来找王妃了 小老虎舔了舔王妃的手心 然后转身跑进了山林深处 王妃起身 向着小老虎离开的方向挥了挥手 回家之后 母亲张氏果然因为忙于家事 没有过问王妃的事情 王妃的心里一阵失落 但是很快就开心起来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老虎 这一天以后 王妃经常会偷偷跑进山里 找到小老虎和他一块玩耍 聊天 还会带来一些零食一起分享 七年之后 王妃成年 他在外人眼里 依然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废物少爷 成年后的王妃 做事也越来越跋扈 他学业不成 经商又不会 整天和一群狐朋狗友 吃喝玩乐 这天好朋友刘十三来找他 王少闲着呢 刘十三笑呵呵地问 刘十三家里是做不辟生意的 跟王妃一个德行 他也是出了名的富二代 成日里游手好闲 不干正事 王妃躺在椅子上 懒懒地说 没石磨石 刘少又想去哪儿玩 刘十三说 今晚是洪秀坊一年一度选花魁的日子 李少和杨少都去 王少不去凑凑热闹 李少和杨少家里 在虎溪镇都能排得上名号 他们和王 刘二人并称为 虎溪四少 王妃当即同意 晚上 和刘十三一起去了洪秀坊 河里 杨二人会合 四人都是虎溪出了名的半裤 众人见他们到来 纷纷避让 四人趾高气扬地 坐到了前排的贵宾专座 整个选花魁的过程很热闹 十多个美女轮番上台 引得众人一阵欢呼 然而 王妃却看得心智雀雀 这样讹长景他 现过太多次了 一点心意都没有 忽然 众人的欢呼声变得大了很多 王妃好奇地向台上看去 只见 一个抱着琵琶 面纱遮面的女子上了台来 王妃看不清他的面容 但是 从摇曳的身姿来看 是个美女 刘十三扭过头对的说 这个女子 名叫徐大娘 一年前来到虎西 从来不见客 听说 红秀芳把她作为竞选花魁的秘密武器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话音刚落 台上音乐响起 徐大娘抱着琵琶 跳了一曲琵琶舞 王妃被迷住了 而且她觉得台上的徐大娘 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看着她 花魁选拔结束之后 王妃找到了红秀芳的掌柜 要求献徐大娘一面 掌柜通报后 王妃得到的消息是 徐大娘累了 让她改日再来 掌柜的说完这句话后 心里有些发岔 谁不知道 王家大公子脾气不好 说不准会把楼给砸了 然而 王妃听了后 只是笑呵呵地说 那我明天再来 说完 转身就走 掌柜的在身后尝出一口气 疑惑到王大少爷怎么转性了 到了第二天 王妃果然又来了 但是 得到的回复 还是徐大娘在休息 王妃也不恼 照样笑呵呵地离去 直到五天后 王妃来了五次之后 才终于得到了徐大娘的同意 王妃在掌柜的带领下 进了徐大娘的房间 徐大娘此时扮椅在窗台上 看住房间外热闹的街景 听到开门身后 他转过身来 轻声道 王公子对切身还真是执着呀 王妃没有反应过来 他已经被摘下面杀的徐大娘给迷住了 只见他有一张鹅蛋的脸颊 弯弯的柳眉 一双似水柔情的眼睛 皮肤白皙盛雪 就连声音也温柔或忍 王妃原本只是想玩各恶作剧 看一看徐大娘的样子 没想到 他的美貌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 王妃挥过神道 那是自然 在下对姑娘一见钟情 徐大娘听后笑了 这句话公子对很多人都说过吧 王妃回答 这次是真的 此后的日子 在王妃的热烈攻势下 徐大娘终于答应和王妃在一起 王妃带着徐大娘泛舟湖上 踏遍虎溪镇每一条好玩的景点 每一个好吃的小店 为徐大娘 置办了很多美丽的衣服首饰 徐大娘也常常会为王妃弹曲跳舞 听她诉说心理往事 很快 王妃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徐大娘了 因为徐大娘不仅容貌美丽 还十分善解人意 她会倾听王妃的心事 像一个温柔姐姐一样开导她 王妃再一次感受到了温暖 就像当年遇到小老虎一样 然而 在母亲张氏得知儿子爱上了一个女子之后 心里却十分的忧虑 一天 张氏等到王妃回家 推她说 你现在肠大了 我给你商量了一门亲事 你过段时间就成亲吧 王妃听后却非常生气 丢下一句 你只在乎你的利益 然后摔门而去 这一夜 她去了洪秀坊 王妃在洪秀坊喝着闷酒 徐大娘则在一旁默默地陪着她 烛光下 王妃看着徐大娘美丽的面容 心里生起一个冲动 她说 我娶你吧 徐大娘说 你母亲会同意吗 王妃哼了一声说 我说了算 说完 王妃紧紧地抱住了徐大娘 徐大娘也抱着她 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笑容 王妃回到家 和母亲张氏摊了牌 娘 我非徐大娘不娶 张氏看着儿子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然而 她终于还是妥协了 可以 但是她必须尽快过门 王妃觉得自己胜了一局 开心地出门 去给徐大娘报喜 丫鬟小兰对她说 恭喜少爷 王妃乐呵呵地说 同喜同喜 王妃走后 小兰对张氏说 夫人 您真的不再拦着少爷了吗 张氏叹息道 随她去吧 是我欠她的 小兰听后 也叹了口气 王妃对徐大娘 说了这件好事 徐大娘也忍不住说道 终于成了 说完 又紧紧地抱住了王妃 在张氏的安排下 婚期很快就到了 在婚礼的前两天 王妃到山上 找到了已经长大的小老虎 一人一虎 又靠在了当年的那块大石头旁 王妃说 小虎啊 我就要结婚了 妻子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 他很关心我 小虎摇了摇尾巴 呜呜呜了两声 王妃摸了摸她的肚子说 放心吧 虽然结婚了 我以后也会常来看你 这些年多谢有你的陪伴 回到家后 小兰却着急地跑了过来 少爷 你去哪儿了 徐小姐病倒了 几天前 王妃就把徐大娘带回了家里 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好好照顾她 王妃一听 徐大娘病倒了 急忙跑去了徐大娘的房间 一进门 他就看到三个大夫围在一起 王妃顾不上喘口气 问道 大夫 我夫人得了什么病 三个大夫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却全都不说话 最终 年龄的最大的那位大夫走出来说 王公子 我们也看不出来徐姑娘是什么病症 经我们诊断 她迈向平稳 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王妃一声怒吓 用意 你是说我夫人在装病 三个大夫 尽若寒蝉 一个丫鬟嘀咕道 莫不是中邪了吧 王妃听了 正要怒斥 却听病床上的徐大娘 气若犹死道 夫君 让他们都出去吧 我有话对你说 王妃赶走了所有人 坐在床上看着徐大娘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人治好你的 徐大娘摇了摇头说 我这不是病是劫呀 王妃大惊 这是怎么回事 徐大娘说 早年间 我曾遇到过一位大师 他说我命里有劫 如果没有避开 会有性命之危 王妃急忙问 那位大师在哪 他可有避劫方法 徐大娘指了支枕头 王妃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 徐大娘说 这里面是那位大师给我的信物 你去派人带给他 他自然知道怎么做 王妃立刻派人拿出信去请大师 第二天 下人带着一个和尚回了家 和尚对王妃施礼道 贫僧俱业 见过施主 王妃也回了一礼道 大师 您就我家妻子吗 俱业回答 可以做一场驱邪法事即可 王妃大习 那大师快做 之后必有重金相报 巨业一百首到 急不得 贫僧还有一些事物要准备 并且 法事需要三个时辰 期间不能有任何人进入 王妃回答 一定 很快 巨业和尚就取了一个大包袱 进了徐大娘的房间 王妃焦急的在门外等待 却听里面传来了巨业的声音 退出院外 否则邪气难处 王妃无奈 只好带住人出了院子 心情烦躁 王妃就上山去找了小虎 王妃叹住其说 小虎 我夫人在度假 我却无能为力 是不是很废物 小虎 呜呜了两声 王妃摸着小虎说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可是从小到大 我一事无成 如果能救回我夫人 我愿意替她度假 眼看快要日落 王妃拍了拍小虎 就要离去 心底却传来了一个声音 大昏之夜 你睡觉别上床 王妃惊讶地看着小虎 是你在说话 声音又响起 是我 记住我的话 千万别忘了 说完 小虎转身离去 尽管王妃心里有很多疑问 他也只能先按在心底 回到家后 王妃问下人 法事结束了没有 下人回答 结束了 剧业大师已经走了 王妃问 有没有给大师厚礼 下人回答 给了 但大师推辞了 王妃有些诧异 王妃走进徐大娘的房间 只见徐大娘已经痊愈 跟没诗人一样 徐大娘看他走进来 高兴地说 夫君 我没事了 明天就能嫁给你了 王妃也笑着说 那太好了 以后我们一定要亲自去答谢剧业大师 第二天 王家张灯结彩 王妃穿着喜庆的红袍子迎接来往客人 虎兮四少里的其他三个人都来了 刘十三大去道 王少 莫想到是你娶了花魁 好福气啊 王妃道 这是我的福气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只是王妃拜堂的时候 看到母亲张氏的脸色并不好看 他也没多想 反正是他结婚 当然 张氏还是热情的招待客人 没有当场让王妃难堪 晚上 婚礼结束之后 喝得晕晕呼呼的王妃进了房间 新娘徐大娘盖着头巾 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等着他 徐大娘听到了推门声 柔声道 夫君 你快来呀 王妃听后 立刻朝床走去 忽然 他心底里想起了小虎的话 睡觉别上床 王妃脚步一顿 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倒了一杯酒说 不急夫人 我们先来喝一杯交杯酒吧 说完 他的腿突然一软 哎呦 一声坐到了地上 王妃向昏床看去 惊恐地发现 床底下藏着一个人 王妃急忙爬起来 转身向门外跑去 一把飞刀从他的身旁飞过 狠狠地扎在了窗户上 王妃向后看去 只见徐大娘已经掀开了头巾 手里拿着一把短刀 而床底下的人也爬了出来 竟是昨天给徐大娘 做法师的和尚聚业 徐大娘冷笑着看着他 王公子 何故逃跑 咱们来洞房啊 王妃吓得一机灵 忽然 从窗外射进来一支利剑 并且响起了母亲张氏的声音 儿子 快出来 王妃打开了门 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院子里 只见镇上的李捕头 已经带人包围了这里 王妃还莫搞清楚情况 徐大娘和巨叶雀也跑了出来 徐大娘道 婆婆 你可记得当年的南宫家吗 我是来报仇的 原来徐大娘本姓南宫 出身于林凤城的南宫家 当年 父亲南宫与和张氏做生意 却遭张氏陷害被打入大牢 并死于中 南宫家被吵架 徐大娘隐姓埋名逃过一劫 为了报仇 他主动来到虎西镇洪秀坊 就是为了接近王妃 然后除掉张氏这个独子 张氏看着徐大娘 心里有些复杂 他说 我早就知道你姓南宫 在你接触法的时候 我就脱离捕头调查过你 原本想给你个机会 你却迷途不返 你父亲当年是旧游自取 接着 张氏讲述了当年的事情 那年 张氏去林凤城做生意 和南宫家约好了契约 但是南宫与看张氏漂亮 又一心夺取张氏家产 就在契约里埋了雷 想以此逼张氏就范 其料 张氏在仔细查看契约后发现 找南宫与对质 南宫与矢口否认 还诬陷张氏毁约 要求张氏十倍赔偿 张氏一怒之下 把南宫与告到了衙门 南宫与自然抵赖 却被县令查明是实真相 把他抓入大牢 南宫与自觉丢了面子 在狱中自尽 后来南宫家发生的事情 不过是一场家族内的争斗 听了张氏的话 徐大娘难以置信 怒吼道 你说谎 巨叶 上 说吧 巨叶和尚 持刀斩向王匪 一把刀出陷在了他的面前 李捕头冷亨道 巨叶和尚 我看还是叫你大道地鼠儿吧 巨叶听后面色一变 没想到还有人认识他 巨叶当年是个大道 兼职盗墓 在一次分赃不均后 被同伴打伤 幸好他遇见了徐大娘 在徐大娘的照料下 他捡回一条性命 也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 但是 徐大娘一心报仇 建了红秀房 他择提度出家 做了和尚 两天前 王家下人找到了他 交给了他一封信 信正是徐大娘写的求助信 据一二话不说 便跟着王家下人 找到徐大娘 趁着做法事的时间 和他安排了这一切 巨叶冷笑 手底下献真张把 出刀直刺 和李捕头站在了一起 另一边 徐大娘竟然也懂武艺 却被捕快包围 巨叶的功夫不错 刀块如电 和李捕头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 他心里十分着急 害怕时间久了 徐大娘坚持不住 想到这里 巨叶猛的 一用力振开了李捕头的刀 然后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 射向王匪 眼看飞刀就要扎到王匪时 丫鬟小兰扑了过来 挡下了这一道 倒在了王匪的怀里 王匪抱住小兰 神色复杂 这个几乎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姑娘 此时眼睛里却充满住对她的爱意 巨叶看一刀未重 又抽出一把短刀准备射出 这时 却传来了一声唬 狂风大起 众人被迫散开了一条通道 一只大老虎冲了过来 一巴掌拍飞了巨叶 巨叶倒下 目光看着徐大娘的方向 徐大娘伤心欲绝 大喊道 不 巨叶死后 徐大娘被捕快拿下 几个月后 小兰的伤被治好 在张氏的安排下和王匪成了亲 小兰原本还想拒绝 张氏笑着对她说 小兰 你父亲把你卖给我 我可从来没把你当作丫鬟 而是亲闺女 小兰听后热泪盈眶 后来 王匪还是经常会去看望小虎 不过却会带着小兰 小虎也成了他们家里的一员 王匪了解了母亲张氏的不意 解开了一直放不下的心结 跟随母亲学习做生意 张氏很开心 清理培养儿子 王匪逐渐成熟 终于成了王家的顶梁柱 像他父亲一样 他也乐善好事 给虎西镇的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从此 虎西镇少了一个顽固 多了一个大好青年 而虎西镇也因为小虎的存在 而变得更加传奇 各位看官 你们看完这个故事后 有什么想法呢 王匪从小得不到母亲的关怀 变得孤僻顽劣 但是他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救了老虎也救了自己 张氏在儿子小的时候 没有给予孩子关注 造成了母子的隔阂 长大后 又溺爱儿子让他成了顽固 母子俩之间沟通的疙瘩 差点造成一出悲剧 索性 后来母子俩的误会解除 张氏和儿子相互和解 才让儿子真的长大 教养不易 有一颗善良的心更不易 共勉 你对故事中人物 张氏 王匪 小兰 小虎 徐大娘 巨叶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斋故事 神韵算缘 山阳县的青娘出嫁几年 丈夫便意外离世了 留下她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山良 山亿 好在丈夫山海原来是个小生意人 家里留下一点银子 青娘勤俭持家 帮人洗洗涮涮 缝缝补补 日子也能过得去 难过的是 大博山营 大扫山市 总是欺负她 不仅如此 他们的孩子 大虎二虎木耳濡木耳濡然 也经常欺负青娘的两个孩子 山良 山亿 青娘心地善良 性子懦弱 想着都是一家人 不想因为一些小事 而伤了和气 总是默默忍受 每当两个孩子受了委屈 哭着告诉母亲 青娘总是心如刀割 泪水夺狂而出 可她一个寡妇 又能怎么样呢 期盼着日子快点过 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一家人不知道受了多少欺负 几年后 各自的孩子长大成人 一个个都长得高大 很是健壮 此后 那两个堂兄 不再像以前一样 欺负他们 青娘松口气 看着两个榜大妖元的儿子 很是欣慰 觉得此后 再也不会受他们欺负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因为山梁山翼兄弟俩长大了 他们不敢明着欺负他们 却暗出石绊子 经常的陷害他们哥俩 山梁山翼哥俩虽然长得榜大妖元的 可性子单纯 为人忍厚 对谁都淘心淘干得好 没有一点花花肠子 而那大虎二虎兄弟俩 却犹如父母一样 是个奸诈之人 典型的笑面虎 人前对你笑脸相迎 背后却是绊子 经常陷害那山梁山翼兄弟俩 每当兄弟俩受了欺骗和陷害 向母亲倾诉 母亲亲娘总是语重心长地说道 大虎二虎虽是你们堂兄 可也是自家兄弟 不要为了一点点利益 和小矛盾而伤了和气 俗话说 家和万事兴 吃亏是福 你们俩堂堂七尺男儿 要心胸宽广 不要斤斤计较 哥俩听罢 觉得言之有理 此后 凡事都不放在心上 埋头苦干 如此这般 那大虎二虎哥俩更是得意 有恃无恐 因为山梁勤劳能干 性子憨厚 被邻村薛屠夫相中 想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 一家人听了媒婆孙三娘的话 很是高兴 连连答应下来 在此地 谁不知那薛屠夫的小女儿 不仅貌美如花 且还聪明林立 女工极好 山营一家人知道后 很不是滋味 尤其是大虎二虎兄弟俩 两个人都已经到了成亲的年纪 早就听说 那薛屠夫的小女儿 玉儿 美貌如花 女工也好 也曾拖人前去提亲 可是薛屠夫婉言拒绝了他 本就心里有气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拖了媒婆 要把女儿嫁给那吃傻之人山梁 一家人羡慕极度恨 越想越气 一条毒脊萌生 几天后 媒婆竟然黑着脸来到青娘家 道山梁看着外表憨厚老实 竟然是个奸诈之人 接着 道出一些偷鸡盗狗之事 一家人听吧 都猛了 这些事 不都是那大虎二虎所谓吗 怎么变成山梁了 刚要解释 那媒婆生气的道薛屠夫要退亲 言罢 叹戏离去了 一家人目送他离开 恍若梦境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好另选他人 而山梁曾经在河边看到过那育儿 的雀肠的极美 很是喜欢他 本想着能娶他为妻 万万没想到 人家竟然退亲了 失落惆怅 一股火 不吃不喝 仅仅积天 便瘦了一圈 母亲和弟弟很是担心 苦口婆心地劝他 山营一家人知道后 暗自窃喜 嘴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 登门探望他 一家人受宠若惊 盲端插到水地招待他们 一家人装模作样地劝为一番 便离开了 不久 那育儿嫁人了 嫁给一个邻村的木匠 山梁知道后 把自己关在屋里 想了很多很多 几天后 走出来 吃饭 劳作 一家人忠松口气 可是此后 青娘托人为他提亲 皆都没有众议之人 青娘急着抱孙子 可知道婚姻大事 强求不得 每天都爱声叹气的 一年后 青娘病重在床 不久 遗憾离世了 临终前 流着眼泪嘱咐两个儿子 他死后 兄弟俩定要团结一致 勤俭持家 各自成亲后 不可分心 这样 家中才能兴旺 兄弟俩心如刀割 泪水成河 哽咽着连连打印住 青娘头一歪 烟切了 死不瞑目 哥俩悲痛欲绝 泪水成河 堂堂七尺男儿 哭得惊天动地的 把母亲安葬后 兄弟俩更加团结能干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而山盈一家人 日子过得更好 家中富有 青娘去世后 她家不仅没有帮助山梁哥俩 且更是暗地里处处陷害他们 哥俩欲要养猪 可是他们知道 抓小猪仔是有说到的 俗话说 抓猪不抓小嘎 因为小猪嘎 就是最小的小猪仔 这样的猪买回来 也长不大 山梁打算买个猪仔 过年的时候 杀了吃肉 而堂兄大虎知道后 自告奋勇地道 自己会抓猪 帮他去抓猪 山梁听吧 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 大虎找了本地的屠夫 让他给自己留下一个小猪嘎 那屠夫听吧 一愣 惊奇询问 人家抓猪 都挑大的 胖的买 你为何要买小嘎 一次听说 大虎一脸为难的样子 到自己最近手头有点紧 那屠夫答应下来 几天后 把一个小嘎送过来 大虎很是高兴 所以把小嘎给山梁送过去 山梁哥俩一看 这猪仔怎么这磨小 大虎看着他们哥俩的样子 笑着说 这是我托人买的 别看得小 他可不是小嘎呀 只是样子小了点 山梁哥俩听吧 很是高兴 忙连连道谢 大虎脚侠一笑 离开了 山梁把小嘎养了半年 他体重没有健常 不喜吃食 到了年底 舍不得杀 只好养着 有一天 村里有人成亲 山梁前去喝喜 坐在酒席上 正好喝那屠夫一桌 过了会 屠夫喝多了 胡言乱语的 到处大虎买猪 血买小嘎 奇怪的是 山梁听罢 一惊 很是生气 万万没想到 他频频设计 陷害自己 天汗时 他偷着 把自己地里的水 放到他地里 白天装着什么事没有 每到秋天 自己地里的 庄家总是回丢 偷住在远处蹲守 等到半夜才发现 那贼原来是他们哥俩 还有自己的亲事 也是他暗中捣乱 还有自己都忍了 可如今 自己抓个猪仔 他自告奋勇的要帮忙 自己还是相信 毕竟是一家兄弟 是不会使坏的 结果 和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在一起 总是被他伤害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义愤填膺的回到家里 和弟弟到处经过 弟弟山一听罢 很是生气 山梁和他商量 既然如此 不如离开这里 去外相谋生 可弟弟山一生来胆小 不想离开这里 山梁无奈 躺在床上越想越气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几天后 他带了一些碎银子 去父母坟前 磕了几个想头 离开了这里 弟弟山一泪流满面 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村口 兄弟俩撒泪而别 山梁走后 大虎二虎哥俩更加明里暗里的欺负性子懦弱的山一 处处使绊子羡布的他好 山一想着母亲的话 不放在心上 默默忍受着 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 成了远近文明的木匠 几年后 许妻生子 妻子是个善良的人 嫁过来后 勤俭持家 一家人吃喝不愁 而此时的大虎二虎 也成亲生子 日子过得富有 顺风顺水的 总是欺负山一一家人 村民们每当提起他们 都摇头叹息 议论纷纷 倒都说好人有好报 可那山姓两家人 却是明显对比 真是苍天不恭啊 有一天 山一受了二虎的欺负 坐在桌前正难过 夫妻俩没心吃饭 只有他们的儿子 可儿高高兴兴地吃饭 过了会 外面响起扣门声 夫妻俩打开门一看 外面下雨了 门外站着一个须发洁白 旁头垢面的 脏兮兮的老乞丐 忙把他搀扶进去 老乞丐看着桌上热乎乎 香喷喷的饭菜 使劲咽口口水 眼睛直直看着饭菜 山一忙妻子 添一副碗筷 老乞丐也不客气 用脏兮兮的手 接过筷子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一碗饭 意犹未尽 呆呆看着他们的饭碗 山一忙把自己 墨吃的那碗饭给他 他又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过了会 除了孩子 他把一家人饭菜吃光了 方满一大哥想个 嚷嚷着困了 夫妻俩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 去厢房里住 刚给他打了一盆温水 他已经酣生如雷了 第二天早上 老乞丐起来 看到桌上的鸡肉 顿时眼睛冒光 原来 山一看老乞丐年纪大了 瘦骨如柴 很是可怜 便杀了一只鸡顿上 想给他补补身子 老乞丐也不客气 高兴坐下来 用脏兮兮的手 抓起来 一根鸡腿啃起来 一只鸡 又被他吃了一多半 但夫妻俩很是欣慰 老乞丐没有走的意思 山一的妻子 又为他做了新衣服 老乞丐穿上 高兴的胡子之鞘 吃饭的时候 看到桌上有肉 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 手舞足蹈的 嚷嚷着要喝酒 小孩子也学着他的样子 又蹦又跳的 很是开心 一时间夫妻俩忘了烦恼 一家人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快乐了 山一想起哥哥 眼睛湿润了 拿出当年哥哥存的老酒 喝老乞丐开怀畅饮 酒过三旬 山一有了醉意 一会哭 一会笑的 老乞丐也喝醉了 学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 山一借着酒禁 把事情的经过倒出 老乞丐听罢 大怒道 你这魔好的人 怎么能这样欺负你 于心何忍啊 既然恶人如此猖狂 我怎能不帮你 山一以为他 要去报复堂兄 大惊 急急阻拦他 万万不可呀 母亲在事实 曾经说过 一家人定要团结一致 家和万事兴啊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些小事 自己能忍就忍 怎么能致兄弟情意 不顾而翻脸 让他受到伤害 那老乞丐听罢 却是大笑道 你真是个软弱之人 要知道 恶人 是不会讲情面的 我要为你改命 所以对他复耳一番 山一猛猛懂懂的听罢 只好答应下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子夜时 老乞丐机走如飞的 带着山一来到祖坟 目光犀利的巡视一番 在一个祖坟前 盘坐在地上 拿出了一些石头人 放在地上 又拿出了一些符咒 念念有词 少请把符咒贴在石头人上 让山一在坟墓前挖坑 把石头人埋在地下 老乞丐整个动作 让人诡异惊悚 过了会 和他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 一家人起来 发现老乞丐不见了 一愣 追出去 哪有老乞丐的影子了 过了一段日子 山赢家总是获释不断 先是大虎居喝喜酒 回来的路上 一味醉酒 掉入山下 把腿摔断了 躺在床上 过了半年方好 可此后 变成一个瘸子 紧接着 家里遭贼 丢了很多财产 好在歹人没有伤人 事实不顺 家里经常有人得病 看病拿药 又花了不少钱 到了秋天 庄稼本来涨是不错 可收获了一点点粮食 不出半年 一家人日子败落下来 日子不好过 而此时的山两家 却是干啥 啥赚钱 养啥 啥养得好 到了秋天 庄稼大丰收 虽然还是被大虎二虎偷了粮食 但剩下的粮食 一家人吃喝不愁 事事顺利 夫妻俩心情大好 笑口常开 小日子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 而此时传来一个喜讯 远在苏州的哥哥 托人烧心来 他去了苏州 没有地方落脚 所以去了一个客栈 做了小二 因为勤劳能干 被掌柜看重 把女儿嫁给他 还让他做了管账先生 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让他放心 过一段日子就回家看他 夫妻俩知道后 喜极而泣 为哥哥高兴 夫妻俩心地善良 看到堂兄家落魄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 经常帮助他们 看着他们落魄的样子 心里难过 好几次 想把老乞丐的事情道出 可想起老乞丐的话 此时千万不可泄露 如若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只好忍住了 盼望着老乞丐赶紧出现 而此时的山盈一家人 面对山益不计前线 慷慨帮助 羞愧难当 觉得自己对不起死去的弟弟和弟媳 此后 一家人经常帮助山益干活 两家人相处和睦 其乐融融的 过了半年 有一天傍晚时分 老乞丐忽然出现在村口 只不过 他不再是棚头垢面的老乞丐 而是一副算命先生的打扮 村里人都纷纷过来看热闹 请他算卦 大胡二胡想着 最近家里事事不顺 总有灾祸 还差点出人命 祈求老乞丐为他们算卦 山益看到老乞丐 又惊又喜 激动万分 刚要打招呼 可老乞丐 犹如不认识他一样 对他置之不理 山益很是纳闷 老乞丐目光犀利地看着大胡二胡 听了他们的生辰八字后 脸色难看 面色凝重道 你们一家人为人不善 风水无异 接着 一道初 他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家人听吧 句句属实啊 真是活神仙啊 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约而同地扑通跪下 咚咚咚磕头 祈求指点迷津 老乞丐看着他们 忽然怒目而逝 指着他们 把他们一家人 欺负堂弟 山凉山翼的恶行到处 道凡事都有阴有果 这些都是恶果 一家人惊恶住 带着哭腔 祈求他救救自己 村民们听吧 都大快人心 议论纷纷 喜笑颜开地看热闹 老乞丐 老乞丐看他们 诚心诚意的样子 知道他们终悔过自心了 叹口气道 只要你们能改过自心 做个善良的人 福运自然回来 求我没用 言罢 转身离开 山一目睹 急了 急急追上去 跪下来 苦苦祈求他去家里吃饭 自己要为他养老 答谢他的大恩大德 算卦先生 老乞丐 目睹 目光欣慰 把他搀扶起来 缓缓说道 实不相瞒 我是个风水先生 也是个算卦先生 绰号神韵算员 本来想住年纪大了 不想到出帮人看风水 没想到 和你有缘 看你心地善良 方在临死之前帮你一把 我一命不久矣 你我缘分尽了 快回去吧 那我能为您老送终吗 山一不甘心 期待地问道 算命先生 老乞丐 校主说 我有五个儿子 皆都甚是孝顺 养老送终 就不劳烦你了 记住 不管受了多少伤害 还是做个善人 也许前十年 二十年 你吃尽苦头 受了委屈 耻辱 但不要灰心 努力地活下去 几十年 几十年后 你回头看看 坏人终会恶有恶报 而你因为善良 为儿孙积德行善 儿孙后代 个个大有出息 言霸 大笑着离开了 山一呆呆看着 恍若梦境 此后 大虎二虎改邪归正了 诚心诚意的戴山义 而善义受宠若惊 对他们更好了 处处帮助他们 钱财 一物粮食 皆都大方送给他们 两家人相处和睦 犹如一家人一样 神奇的是 大虎二虎运气慢慢好起来了 和以前一样 世事顺意 干啥啥赚钱 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两家人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相处得犹如一家人一样亲 远在苏州的哥哥 山良之道后 恨是高兴 自己终于不用 每天都寝食难安的 担心弟弟在家受欺负了 他的日子也越来越好 过着幸福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